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奥运大讲堂栏目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呢 可以说是在我做主生意之后 来到最小的一位 不能说小朋友应该是小妹 她呢就是在刚刚 好运北京的体操特殊赛上 取得全能冠军的江玉元 小妹妹 大家好 你好 真的很小啊 你第一眼看到你 我们同事说你六岁 自己怎么感觉 自己觉得不可能有那么小 因为那么小的话 就不可能参加这些大赛的 那么其实在队里 是不是大家的跟着年龄啊 身高啊体重啊都差不多 也不一定的 那你是早睡的嘛 然后呢在按照你的体型 在按照体型啊 那你是哪年来到国亚队的 04年 就是过完分解就来了 也算是一个小的老队员了 已经有三年的国亚队的历史了 三年 当时你来的时候有多高 来的时候啊 一米二七 现在呢 现在一米四 一米二 就是在你同龄的小朋友 或者是姐妹当中 和外边的朋友比还是 矮了 瘦了 小了 小了 你自己 自己有没有想象自己一下 就是说 我或者是理想中 我也想想他们的能力高 有想过吗 肯定有想要带上练体抗吗 肯定就不能那么高 那么高的话 就对那个高地上 那个杠子有距离嘛 如果太高的话也不好 所以呢 也不能长太高 长差不多就行了 长差不多就行了 你理想中的身高 以后想长得多可 差不多一米六 差不多一米六 最好的但是 觉得自己会吗 希望 希望 好 我还是言归正证 那么在刚刚结束的 北京的这个比赛上 好运北京的比赛上 你是可以说是 一名惊人 让所有大家可能 不知道你的人家 大家都记住了你的名字 在这个比赛之前 自己有想过 说我要去拿冠军 或者是怎么样吗 也有想过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反正就是一个好运北京 特色赛嘛 也是一个 好运会之前的一个 母艺比赛 就想能好好地 表现自己就可以了 嗯 有没有想太多 没有想太多 其实放松心情 反而倒是 取得好成绩 嗯 当时场地上 一定很多人是吧 嗯 挺多的 那他们的鼓掌声啊 加油声啊 你觉得是给你带来压力啊 还是动力 动力 动力 怎么想的呢 想有那么多人 那个给我加油 会趁加 趁加努力 其实看了很多报道 说你这次只是 第三次参加了国际比赛 是吧 嗯 为什么呢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嗯 上海世界对峰战赛 嗯 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德国 斯比加特 都是 都是今年吗 哦 对 都是今年 都是今年 但是之前 其实你并不是成绩不好 没去参加比赛 也没有 没去参加世界比赛 那么就是 因为你的年龄不够 所以没有参加 以前的世界比赛 是吗 嗯 去年 说是15岁 所以呢没有参加上 现在嗯 就是说体操协会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吗 对年龄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嗯 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16岁才能参加世界大赛 嗯 但是呢奥运会之前前一年呢 是可以小一岁 15岁 可以15岁 然后到奥运会的时候 最好16岁 哦 是这样的 但是你也可以说是 今年刚刚赶上了一个末班车 对 自己在那个 看别人的比赛的时候 或者看姐姐们比赛的时候 哥哥们比赛的时候 自己有没有那种冲动 说哎呀 我就是因为年龄小 要不然我也跟他们一起去 嗯 去年有想过 去年有想过 要是我 我要16岁了 我也能参加 就这样想的 嗯 你想的是不是 我也可以站在世界最高的领奖台 因为我们女子体操 去年是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全全全 嗯 女子团体的冠军 嗯 你有没有想过 哎呦 我要去了 我也是他们中间 有想过 有想过 想完以后想 没关系 没关系 明年就能参加 这么小就想那么多了 反正我就想了吧 我一定要参加上了 我一定要参加上 那么明年现在其实奥运会对于你来讲已经是不是梦想了 已经成为你的实实在在眼前的目标了 对吧 对 那么在现在马上还有两百多天了 你觉得现在你最应该解决的啊 或者是你和教练最应该配合最默契的应该是往哪一个好的方面更加进一步呢 嗯 我觉得现在我训练吧 以难题不会太多了 嗯 主要呢就是提高动作的质量还有稳定性 嗯 把动作做得更漂亮 嗯 所以说到这儿就是说说到你的说到你的教练 你可能很小就来了 那你现在才16岁 你13岁的时候就已经来过拉贝尔对吧 嗯 那你的教练充当在你的生活训练中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是不是又是父母又是教练 对 对 那你不用讲两个有什么有意思的事 有意思的好像不太多 为什么 嗯 基本上待在房间里吧 就待着也 就待着 嗯 基本上回房间教练就回房间 我们也就待在房间里 嗯 晚上我们一般都是 呃练完了去吃饭吃完饭了到那个最内去做治疗 做完治疗回房间鞋的记忆洗澡睡觉 其实以前很有规律是吧 嗯 那你现在给我们讲讲 从小的时候 什么时候开始练习操的 嗯 三岁半的时候开始练的 三岁半的时候开始练的 嗯 那个是你父母 肯定是父母的 送你去练的是吧 嗯 应该算是对寝宫教练给选去的吧 那个时候应该在幼儿园吧 啊 对 那寝宫教练就选去了 那你有没有听过 我们父母讲和你的寝宫教练讲 为什么选你去了 可能那么多孩子当中 嗯 看我的身法 然后看那个个关节怎么样 那个时候你会很喜欢动吗 或者喜欢动啊 喜欢跳啊 嗯 还好吧 刚开始我不太喜欢体操 其实 后面练的练的就挺喜欢的 为什么不太喜欢 因为体操很苦 嗯 所以不太喜欢体操 到后面就练的练的 感觉挺有趣的 然后就练了 现在就练得了 非常喜欢了 嗯 还可以吧 还可以 我特别喜欢 反正我已经练到这样子了 我就 一直这么练下去 因为如果不练的话 你这样 好像前面的 前面的 对 那当时最苦的时候 最苦的是什么 让你感觉 让你不喜欢体操的感觉 不喜欢体操 就是感觉 练速子好累 练速子好累 怎么样练 嗯 就是 嗯 有多少多少内容 然后呢 多少多少时间之内完成 嗯 然后完不成算 对对 所以我就很怕累 其实 没关系 詞曲 李宗盛